好了,又是我們今天教製銀黏土的時間 今次我們會教用銀黏土的紙去做摺紙的技巧 其實我們工具用材料很簡單 有一張銀黏土的紙 它的尺寸是6cm x 6cm 另外就是我們燒爐用的那塊板 還有就是有一包的高溫面 在開始之前你要先做一個實習 要知道自己要接一個怎樣的作品 當你準備好之後 就可以剪開銀黏土的紙 今天我就非常榮幸邀請到我的學生 Karina幫我們做這個示範 剪開包裝之後 就可以把紙慢慢拿出來 你可以先摸一摸它 表面那邊會比較滑 反過來摸一下 表面摸下去其實就沒什麼分別 但你摸下去這個是底部 就會有點粗糙 對不對 對了 還有記住 我們去做這個紙的時候 你的手一定要很乾 不能有濕的 如果你是很容易出手汗的人 我會建議你 要麼就擦乾淨的手 要麼就戴手套 好 準備好之後 Karina就可以幫我們摸東西了 今天Karina就會幫我們摸紙殼 感覺上 其實一張銀黏土的紙 它是會有點像一個 像一個 餃子皮 對了 其實底面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你從哪一邊開始摸都沒有所謂的 你看到Karina現在示範中 我們去做一個紙的時候 千萬不要像平時摸紙一樣 用手指去掛 我們輕輕用手去按一按 那張銀黏土的紙就已經可以了 慢慢把那些位置全部摸出來 如果那些起角的位置 不用太擔心 到我們摸到最後的時候 才做修正也可以 另外 要儘量避免自己的手指甲 會把銀紙抖到去 因為我們這個 銀黏土紙有幾樣東西是需要注意 第一樣東西就是 它不可以觸碰很多水 就是說 平時我們可以用紙 用黏土去做東西的時候 拿水去修正 銀紙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它一觸碰大量的水 它就會溶化 不過如果你在摸的過程裡面 有些地方會很容易彈開 那你又想它黏實的話 你可以加少少一滴水下去 另一樣東西 銀的紙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永遠都不會乾 就是說你摸完之後 不需要看乾 就已經立即可以放進爐 那裡就可以燒了 好了 現在就摸到一些角位的位置 記得要輕輕力去處理 不要太大力 對 定了一點點位置 不需要壓得很緊的 其實除了做這個摺紙的技巧之外 銀的紙也可以做其他東西 例如我們可以把它切開成一條條 然後做一些偏側的工作 以前也有同學試過拿銀的紙 將它切成一條條 然後就用來做一個戒指的外圈 再在上面再去做其他的 decoration 還有如果有時候你開了一張銀的紙 你會發覺它不是一個整齊的正方形 它可能會有一點大大一點 其實如果這個不影響的話 就不需要說要剪裁到它 是做一個絕對的正方形 除了6乘6這個尺寸之外 我們也會有另一個尺寸 就是一個長條形 但是長條形對我來說 就會比較少用 因為如果長條形的話 摺東西就會不太方便 不過如果我們是把它切開一條條 用來做一些編織技巧的話 那就挺好用的 好了 Karina在摺的時候 我又再說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我們會有一個板 和高溫棉 其實這兩樣東西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這個有一個現成的紙殼 就可以讓你們去參考一下 原來我們燒的時候 然後將紙會像一皮翼一樣 搭在這塊板上 我們就要用高溫棉去放上去 如果你們平時有燒開 其他作品的同學都會發現 如果你有些作品需要放上去 或者有些位要定位的話 我們都會用高溫棉去做一個處理 例如好像這隻殼的頭一樣 其實我們最好就會放少少的棉在前面 讓它頂住 否則燒完出來的時候 有機會它那個殼的頭 就會向前傾斜 其實這隻殼 之前我燒的時候 是沒有落任何高溫棉的 那你就會看到 它那個翼 旁邊這裡就會打開了 好事呢 變成